河南信仰意外发现千年神秘大墓 墓中精线觉知青铜宝剑 当剑身被拔出的那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有的位置感到惊叹 这把青铜剑的剑身历经千年净海如此锋利 这座古墓主人是谁 众多精美的陪葬品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这把宝剑将揭开哪些尘封千年的秘密 感兴趣的老铁可以先点个赞和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信仰大墓之谜 2016年的冬天天气虽然有些寒冷 河南省新阳市宾桥区秋庄村的一处考古现场 考古人员却正在热火朝天的忙活着 早在半年之前 这里就发现了盗墓贼党的盗洞 在经过现场勘察和上级文物部门批准后 新阳市的考古专家决定进行抢救性挖掘 此处一共发现了三座古墓 由于其中两座古墓被盗得十分严重 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考古信息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剩下的一处古墓 经初步钻探调查 发现这竟然是罕见的假字形墓葬 占地面积达到了一百多平方米 那这会不会是楚国贵族的墓葬呢 因为在公元前678年 楚国军队北上 曾在今天的新阳市北部建起一座军事重镇 取名承阳 直到现在新阳还保留着承阳文化遗址 是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也曾发现了好几座楚国的大墓 眼前的这种墓葬距离承阳遗址很近 所以专家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座楚国的墓葬 为了探寻更多有关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考古人员加快了挖掘的速度 很快就将墓室表面的封土清理完了 他们发现里面的果板上面附有一层草席 这让考古人员不由的兴奋了起来 这说明这座墓葬并没有遭到盗墓贼的侵扰 随后他们对覆盖的草席进行提取和清理 同时也在好奇下面的墓室究竟埋藏了怎样的秘密 经过一天的努力 覆盖在果板之上的草席终于清理完毕 整个墓葬的果板也显露了出来 这是由九块长形小的果式木板组成 而且枚块木板的厚度都不一样 正当考古人员将果式木板搬运出去时 意外发生了 厚重的果板导致钢管发生了弯曲 考古人员只好临时更换更加坚硬的工具 再不断地努力下第一块果板才被移开 由于人工搬去果板费时费力 所以考古人员决定使用吊车 随着果板被一块块搬开 这座墓室陈峰千年的秘密也将显现在人们面前 果式被分为六个区域 有两个是还被一层薄薄的果板覆盖着 这里放置着的应该是木主人的棺果 而另外四个果式因为充满了秘水 所以并不能看到陪葬品的情况 考古人员只能先将果式里的水抽取干净 同时也在期待着这座墓室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经过一夜的抽水 果式内的秘水已经全部抽取完毕 应如眼帘的是大量精美珍贵的陪葬品 通过陪葬品的规格和例行 更加证明这是一处楚国的墓葬 而且木主人一定有着非凡的身份 考古人员小心地将这些珍贵的陪葬品清理出去 造型奇特的镇木兽 精美的青铜礼器 还有一些能彰显木主人身份的同科 专家们猜测也许这位木主人生前是一位武将 但具体是什么身份还得继续挖掘才能得知 此时由考古人员发现了比较奇怪的东西 只见一见桃顶里面装着好像是动物的骨骼 加上顶内的积水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锅肉汤 为了探究这到底是什么 经过检测 桃顶内的确是动物骨骼 而且是牛骨 根据古人是死如是生的说法 这是熟牛骨的可能性更大 用牛来祭祀 在古代这是高级别的祭祀礼仪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 礼乐制度崩坏 各国之间渐月行为比较常见 所以要想进一步判断木主人的身份 还需要更加准确的信息 之后考古人员又在古事中 发现了凤鸟虎做骨 这是典型具有楚国风格的漆木器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花纹 十分精美的彩绘漆器 和一些已经出现破损的乐器 但是仍能看出千年前 它们的精致和奢华 这些珍贵文物的出土 让考古专家确定了 这是战国中期的楚国墓葬 经过三天时间的挖掘和提取 果室中的测试和后室已经清理完毕 只剩下安置木主人棺果的主室 当把主室的果木盖板一开时 考古人员惊奇地在棺果盖外面发现了 大量残存的荒围和棺树 荒围是照于棺框上的塑锦类之物 装饰有各样图案及其他金属坠式 在战国时期 这是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 而棺树则是用皮革树和棺木 保证棺树的封闭和完整 这说明主棺没有遭到破坏 考虑到现场的环境和条件有限 考古专家决定将主棺运回实验室 再进行开棺 于是将主墓式注水使棺木漂浮起来 再用吊车将棺果拖运出来 为了防止棺果接触空气而发生氧化 考古人员还用保鲜膜将其完全缠绕 在运回实验室的途中也是意外连连 虽然古墨发现地距离成阳一纸研究室并不远 但运输过程并不顺利 短短的路程历经了两个小时才到 在即将运到实验室时 乘在棺果的平板车的车轮突然发生断裂 经过数小时的抢修才终于修好 好不容易将棺果运回了实验室里面 如何开关又成了一个难题 这具关于巨型的黑色棺果密封的十分严实 又在盖板下方发现了两处木鞋的痕迹 木鞋一般是用来固定棺果 再用皮革竖和在一起 使棺果更加封闭和坚固 还意外发现了一次胶状物质 这是古人使用的粘合棺盖与棺体的加固剂吗 难道千年前的古人就已经掌握了胶的制作方法了吗 密封的如此严密的棺果又为了隐藏什么样的秘密呢 带着这些疑问 考古人员终于找到了打开棺棺果的方法 他们先对棺果进行了扫描 但除了木主人的谷歌什么都没有发现 于是决定进行开棺 当棺盖打开的那一瞬间 在场的考古人员还是紧张了起来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呢 为了更好地保护木棺和棺内文物 考古人员将打开的木棺用保鲜膜进行封闭 通过保鲜膜观察棺内的情况 这是由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类如件一样的东西 这让在场的人激动不已 经过讨论和研究之后 考古人员开始对棺内进行清理 在木主人身边摆放的一些弓箭 虽然历经千年已经腐朽 但一系间能看见当年木主人使用他们时的英勇 之后提取的就是刚才发现了青铜宝剑了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之后 这把宝剑显露出了他的真正面容 很难想象陈锋千年的时光 这把宝剑的剑桥依然完好无损 考古人员小心地清理剑格和剑柄 准备将剑身拔出一堵其风采 当剑身缓缓拔出的那一刻 带出来的是两千年前的历史 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到惊叹的事 剑面上蓝色脆火的痕迹 证明他是一把新的青铜剑 经历千年岁月的考验依然完好如新 让人感受到寒光四舍 这也证实了木主人武将的身份 仿佛剑能窥见木主人拿着这把宝剑的威风模样 但是木主人的尸骨早已腐化 和关内的沉积物粘合在一起 木中出土的陪葬物也很少应刻木主人身份的信息 更没有木志明这类记载木主生平经历的物品 关于木主人究竟是谁 又有怎样的人生经历 考古人员也还在不断的探索和研究之中 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们就能揭开这些谜题 而这把绝是青铜宝剑的出土 却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楚国武将的风范 喝对兵器的爱惜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的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评论区指证或者私信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